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怎麼想都很難 你叫他找東西做,他找不到 找不到就算,又不行 你不如出去參與社會做社會服務 但最喜歡做社會服務呢 其實他們覺得你是被迫的 沒有什麼incentive 所以大家都很困難 2002年呢 這個就是able body 這個開始做了一些單親家庭的 因為現在知道單親家庭的數目比較多 三萬多 這個叫欣慧計劃 除了15至59歲一般成人之外 如果你是單親的媽媽 你的孩子大了些之後 你都要他們強迫工作 不是強迫工作,強迫找工作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就要扣錢的 這個就是試驗計劃 就叫做欣慧計劃 2002年,政府想有什麼想法提出來 但在立法局談的時候,就被人反對 結果變成了自願計劃 那時候是自願的 不過自願之後呢 2002年變成2003年的沙士 找不到工作了 這個計劃就取消了 那麼去到最近一期呢 就是2006年 就叫做欣慧計劃 那就是如果你是單親 那個孩子是12至14歲 因為15歲就當成人了 12至14歲 如果你是小孩子的話 你就要出來找一份工作 那份工作呢 就是要做一個月做32個小時 就是你找一份這樣的工作 找不到沒關係,就要繼續找 你每個月就上來 兩次就說你找那些什麼工作 有很多記錄 找不到沒關係,就繼續找 不用做社區服務 總之就繼續找 這些是比單親家庭那些的 就是小孩子12至19歲那些 結果你又不肯找 或者就又沒有特別的原因解釋 那就要每個月扣200元 那這個就是 就是開始 就是陸續將縱緩 有工作能力的人呢 就盡量就 用各種方式威逼利誘 就讓他們出來 就是市場找工作 工作能力高的呢 就做時間多些 單身呢 做時間短些 扣的錢也都少些 那這些就是新的轉變 那另外呢 當然 這個也都很重要的 就是 Portable 就是CSSA可以 可攜性 就是你拿縱緩 回大陸住 可以不可以呢 這樣 那現在都可以了 但是呢 你要放棄香港的公屋 這樣 就可以回大陸 就繼續拿縱緩 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剛才說的 CSSA的Cases 那 Cases呢 就不同人數 就是以家庭為單位的 那總數呢 就是30萬左右 那現在呢 就大概28、29萬 那近期可能又增加少少 那 那 那 這個就是總數 那這條藍色線呢 就是 就是長者 那這裡一半左右 那另外這一堆呢 就 人數相弱 那就是 low income unemployed a single parent 那這個數字 那現在 Current Payment 就是 這個 DA Disability Allowance 那 那 這個就是normal 這個就是high 這樣 我們通常分兩種的 就是普通雙殘津貼 和嚴重雙殘津貼 兩類 那這個就是double 這個的 那嚴重雙殘津貼 通常你都不能夠 就是badridden 我們就要分兩床 都要家庭照顧 所以那個金額就會多些 那這個就是一般雙殘津貼 那我就未update這個去年的 那可能 就是加了少少都未定 那 那這個oaa就是oh allowance 這個就是65歲 那現在這個就好像沒有動 這個就變成1000元 那如果計算 06年呢 拿CSSA 一般平均每月拿到多少錢呢 那所有個案來看 一人家庭 平均拿3500元 這個未計算 剛才說過disregard earning 就是 就是你出去找工作 你可以自留2500個種 就未計算的 那麼 兩人呢 5800元 三人呢 7800元 四人呢 9200元 那麼五人就過萬了 那麼 那麼 如果你這樣若不可以看的話呢 其實都很 很接近 那些低收入家庭出去賺到錢 賺錢的數目 你想一下 如果 三人家庭 那個爸出去賺錢 不是那麼多錢嗎 你不賺錢 有那麼多錢 賺錢 有那麼多錢 那當然呢 就是 如果你是低收入的話 香港有一個制度 你賺的錢 家庭賺的錢 少於縱援能夠拿到的錢的話 你就可以拿縱援去top up他 那當然呢 top up呢 就不止是top up 你那個 就是縱援的金額 再加起來 因為你是出去工作的 你可以自留五千元的 那所以呢 就譬如說 如果沒有工作的 縱援家庭呢 是拿一萬元 那你在做工作 去申請拿這個 即top up的話呢 那你 如果你一個人做事的話 你可以總共 你家庭收入去到 一萬二千五百元的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呢 是時候來的 10分鐘 10分鐘 那快點 那這個呢 就是香港 就是 制度的 一些 面貌 那 我跟著說 就是四個大的發展階段 那 當然最早期呢 就是 早期殖民地時期 那 那這段時期呢 就主要都是 就是 政府的介譜很少 因為政府那時候 想到 就是 如果在 就是 六十年代之前呢 他都沒有想過 就是 要長遠 就是 香港build up一個 有歸屬感的社會 那就是 大多數難民來的 那他們 政府當時解釋 我們不會做那麼多 六十年代之前呢 就不會做那麼多 社會福利服務 因為呢 住屋也好 或者各類型也好 他說 因為香港的人 多數是大陸來的 我們過往 從戰略開始 每十年 就多了一百萬人 當然 九七年之後 就慢了 但是你數回 大概 就是每十年 就多了一百萬人 大多數的人 在六十年代 政府還有一個想法 其實香港呢 過往一段長的時間 就不斷地有 中國難民進來 那 一百六幾年 那時候 香港已經是殖民地了 有一批難民進來 那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太平天國 打進來 又來一批 但是呢 上面政局穩定 又會走的了 那他經常想著 那些人離下就走 離下就走 搞那麼多都沒有用的 但是到六十年代 發覺不是的 那些人會走的 還要更加多些東西下來的 那所以呢 就開始面臨一個決定 你們 你 那些人 那些人 你 是